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什么呢 最近老手机上看这个段子 这个段子都是跟时事有关系 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证监会还是什么 头儿叫什么 叫肖刚 说我那天看见一个段子 就是说上帝问这个钢琴的这个著名钢琴诗人 问这个肖邦说 你能弹出像中国股民面对A股时 那样忧郁的曲子吗 肖邦说我不能 上帝说你兄弟可以 他叫肖刚 然后肖邦说我们俩不一样 我有谱他没谱 这个这个很很很很很很很意思 还有一个是说什么的呀 就说15年前 在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 但是呢15年后 哎美国的这个Google 人家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 而中国的这个在研究如何卖假药 这个名字叫百度 这是最近好像央视都揭发了 对就是他把一个叫什么贴疤 是吧 血有病吧 对血有一个贴疤的 好像是就换成了一个商业性的一个 一个商业合作模式 本来那个贴疤是是一些血有病人 他们自发的在上面交流一些一些经验 然后他们的治疗的一些感受 是一个就是后来慢慢变成 有点像公益性质的这种 所以呢 我我看了这个事情之后 我是觉得大家可能累积起来的 对这么多年来对百度的这个不满 在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个爆发点 实际上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最早大家不都说莆田 莆田 莆田系 对 莆田系也之前也有嘛 但是好像这次就累积雪球效应一样 越累积越大 就在这个事情找到一个突破口 过去咱们还不知道 比如说百度 你知道什么是百度贴疤吗 我知道 我最近才刚刚上 挺挺好玩的 他有很多个这个这个这个 有大疤主 下边还有小疤主 这疤主的权力就大一些 是吧 小疤主的权力稍小一些 就管理这个疤 那么主要是有一些 比如说血有病疤 肝病疤 甲抗疤 就要去说 哎 有些病啊 那真是无路可走啊 他们的出路就在于啊 这些同病相连的人们 互相交流治疗方法 但是呢 前一阵就有一个人 给冒出来了 好像最早在知乎上 给揭发出来 说这个血有病疤的 疤主突然撤换了 结果撤换出来是谁了 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什么不靠谱的医院 啊 这么一个一个人 结果的媒体介入 这么一调查 发现百度的好些个 这种病疾病的这个病友疤啊 疤主都被卖了 就是他们在假装 讨论病情 讲心得 实际上在 代理某些药 卖假药啊 或者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病啊 当然百度方面也有解释啊 百度就是说 我们 首先就是说 这事闹大了之后 据说1月12号 百度就说 哎 全部停止 不搞这个了 但是百度呢 找找折 就是说 以前我们也发现 有的这个霸主 他自己搞这个猫腻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还不如商业合作等等 就找这些理由嘛 你自己来赚 还不如我们集合来赚 也不能 也不能那么说 你知道那 那天我跟徐老师就聊一个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哎 就是我们过去有时候经常抱怨 对吧 就觉得 为什么平常我们交往 觉得 这个老板是好人 可是我们经常发现呢 就说这个亲君子 缘小人嘛 好人都是亲君子 缘小人 可是我在中国江湖上行走 我经常发现 我认为的好老板 身边都是一帮小人 就这个和问题很奇怪 就我们认为 这个这个这个人不错 但是为什么 他用一帮坏人呢 就是让这个这个 这个耿直之势哈 愤愤不平 经常是中国千古的抱怨 比如 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 你比如百度的李彦宏 我对他印象不错 因为经常听他在讲情怀 讲道德 甚至还有李彦宏粉 他有很多粉丝 李彦宏长得也好像挺帅 对吧 在这马云也是 经常我们拯救地球 长得也好像也很帅 骨骼清奇行吗 他好像也是很好的人 经常爱说道德 对吧 那么 当然你有时候不能说 比如说这个淘宝 什么的卖假货 当然不是马云让卖的 应该说人家也是极力去打击了 但有时候你确实就发现 就一个公司的领头人 他所宣称的 和实际上我们在他的这个系统里发现的 常常这么有点错位 我觉得不能怪领头人 领头人他下面的每一个部门 比方说我下面的广告部 我下面的什么业务 什么部的总裁呀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 他在自己的行业里边 他在那一行里 他都要走到极致 他都要提供最大利益化的这些方法 他们要做很多研究 他们也都忠于职守 而且他们中间的问题是 你出现了问题以后 怎么样用一些法规来 来来来 来就是避免伤害公众 我最近发现啊 这些大的网 网就特别是在几个大的门户网站啊 对我们社会的改变真是极大 你明白吧 最简单的来讲 假如你现在是要投广告 你要准备比方说你投五千万 我投给随便百度啊 或者是腾讯啊 或什么什么 一种方法就是 啪 一个印广告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贴上去的广告 对不对 但是 很快人家就跟你见 这个效果不是最好啊 那另外的方法是怎么样啊 你知道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你要跟什么公众号联系啊 知道吧 你的广告啊 要悄悄的渗入到一些名人的文章里边 那从做广告的人来讲 我只要广告对我产品有利 我就没错 对不对 我尽到我的职业道德 作为我大公司的广告部来说 你投钱 我让你这个钱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也没错 那这问题 接下来 就是你要怎么来改造这些公众号 哎呀 我听了以后真是觉得不得了啊 你知道现在这个整个改造工程啊 你知道他们怎么弄法 用机器淘汰 比方说大量的人发微信 或者发什么东西 比方说一百万份 他们没办法人工看的 然后设定一个标准 这些标准是要有真实的数据 要说的话 要说的好听 什么什么政治上不能越界等等等等 用机器淘汰出来一部分 一百万选成一万 然后让这些这个一万写的人啊 参加他们的学习班 就教你们怎么样写你的文章啊 能够悄悄地融进广告 水平之高 你知道对我们对写作的人来说 我最近 我要不要举个例子 好啊 我最喜欢举例子 现在有个非常红的叫咪蒙 几百万 他现在写一个文章啊 据说收入都是十几二十万这样 怎么能写到十几二十万呢 比方说我随便讲一篇 他叫男朋友送的礼物 很多人看对吧 他一上来就说男朋友给我送礼物了 然后贴了几张照片 那个围巾啊 那个内衣啊 那个燕鼠啊 这个鼠燕啊 就是很难看 他不知道哪里找来 然后他就说 拜托啊 男朋友怎么给我送这样的东西啊 你叫我晕啊 我什么什么 讲一大堆的很好看 然后说你这个最惨的是 他送这样的礼物 他还在我旁边眼睛 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 希望我夸奖他啊 这写的也很好 对不对 这个总要讲了一大堆女人 对男人送礼物 没有口味的这种抱怨 然后最说 你要知道吧 什么东西都是有美丑之分的 就连这么闷的路由器啊 现在也出一个白款 一个黑款贴上来 这东西 文章写到这地步 你得佩服文才啊 深情并茂啊 我觉得你讲这个问题啊 其实很重要 我要不最近看这个狼牙榜啊 我就觉得 怎么能还一个清明世界 就是这个 大人蓝牙榜是还他政治清明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啊 搞糊涂了 过去有一个词啊 叫做观看改变中国 现在真的是 我越来越发现 就是我们搞的这些个东西啊 已经把这个社会的水啊 彻底搅浑了 你知道这种宣传 我就说 你现在已经要警惕一个问题 电影的宣传 已经可以反影响你的质量了 你知道你现在 现在我觉得有宣传的人 你都要注意节制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你知道就是标题党的这种 所有的这种宣传方法 已经损害了作品本身 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比方说我们希望这个这个片子 这个节目里啊 有悬念 可是呢 没有人点 这个作品没人看 可是他会到宣传的人 他就要把你这个爆点 最有悬念的这个地方 比如说他脱了 或者他床戏了 他就给你放在标题里 于是你知道吗 你当人看这个行为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影评人跟我讲 说我对这个电影看走眼了 或者说我对这个电影 就是没法评论了 因为我事先看到的宣传 已经使得我完全弄拧巴了 再或者说 比如说老炮 老炮现在我呼吁他们 怀疑差不多就就行了 对吧 我深刻体会到 你再聊下去 人性的逆反心理就产生了 哗哗哗哗哗就就烦你了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社会 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什么原因 我其实刚才那个 徐老师说的一个观点 我不是很同意 就是说 比如说在某某刚才说的 这个百度事情上 你觉得老大这个责任不是很 觉得老大是尽到责任 其实这个呢 当然我没有直接采访 或者没有 但是我个人的直觉 我是觉得 不能说这个 就跟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他的责任不大 我觉得一个企业 特别像这种互联网企业 你个人的 就是这个领头人的 这种情怀 这种气质 还是挺影响你的一个 一个企业的一个走向 其实我 比如说我看百度这个事情 我就特别感慨 因为我记得多年前 我的那个搜索引擎 我是从来不用它做主业的 我就叫好土 你想搜个什么新闻 完全是一群 就是你比如说同时 我们当时 Google到哪还能用的时候 我的主业从来都是 都是Google 因为Google是一个 一个相对国际化的一个事业 比如你搜一个什么新闻 特别是我们做这个行的 你搜集一个人的资料 他给你提供的是一个 他虽然也是中文的东西 他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 一些必须融合的 但是他相对的是一个 就是我说比如说相对客观 相对一个 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立场 一个视野给你提供的资料 你觉得可就是 可用性比较大 当时我就特别看不上百度 我觉得在百度一搜啊 就是马上就是不管他的品位啊 还是他的那个可信性啊 他的那个学术性 你会觉得立即就拉低了好几档 但是最后 我刚开始还做了一段抗争 就是他问你要不要 就是经常会跳出这个窗口 问你要不要改为主业 不改 还是原来 最后呢 现在只好改了 现在没有办法了 你只好改了 改了就形成一种依赖 但实际上其实之前呢 比如说百度的问题是 大家是在学术圈里的 或者是比如说一些专业领域 因为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 是特别不方便 文库 有一度是关于文库的 文库你查这东西 真的就是 一个是版权 另外一个它的品质 所以也有一些 学术界里的人 就是说 我看到过一种 就是抱怨 或者他其实 远远不是抱怨了 他就说 其实这种封杀骨骼啊 是对学术界 会对中国的这个 其实影响是特别大的 因为你意味着 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员 你要花大量的时间 你去必须要用 借助于某一种技术了 你得去找那些 你真正需要的一些资料 其实这对一个专业人才来说 它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这个我极端同意 现在有竞争啊 你看有新浪 有腾讯 有搜索 但是搜索的话 还是 就是我的意思说 门户网站啊 都有竞争 那你报纸也有 环球日报 人民日报 南方报戏等等的 搜索引擎只有一家 对 这个一家呢 就会有问题 你这个我同意 他们做假啊 这个是不能忍受 就是说 刚才讲的这个 你花了钱 我就给你排在前面 明明你的药 卖的是排在第五十名的 我把你排在第三名 因为你给了钱 这是做假不应 但我刚才讲的 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是目前的这个 网络世界 大数据时代 对我们的改造 远远超出几个老板的 个人道德问题 他整体的运作 这个商业东西 挡不住到什么地步 他们给我举例子 说舌尖上的中国 在放 出第一次放 里边提到什么食品 一个小时以后 淘宝网上这个食品就买了 同款 这个归根结底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看硬广告 要相信大V公众号的这些文章 跟好的节目 包括我们三人行提到的东西 是因为普遍的社会诚信的缺失 哎呦真是 现在这个 他们不信广告 所以他们相信软的 没想到软的都进去 我跟你说 我现在连新闻都不相信 我现在已经 你才不相信啊 你才不相信啊 连新闻都不相信啊 我说这包括新闻里讲 节目的太晚了 是是是 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 真的是 哎在这方面 真是我很 我很悲观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呀 因为就说这个欺骗造假 已经到了一种 如此廉价的一个程度 前两天 我到我一个朋友家里去 他太太啊 就拿出这个一盆这个水仙 给我看 我拿这个手机拍下来 就是他去 你知道现在冬天 那个水仙头吗 水仙头吗 过去有句话叫 水仙不开花 你装蒜呢 你看看就是说 他买了 又不是一头一头的吗 上面好多一头 果然是蒜是吗 一头一头水仙 不是不是蒜 我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 你现在你看看这个 他在华卫市场买回来 你就看这个这个这个照片 你看 这是一头吧 一头上好多这个分着的吧 这就好多就像蒜瓣一样吧 这是一头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见没有 他拔下来了一个 上面有个杆 有个小木棍 插上去的 你再看 你看那小木棍 这是旁边拔下来的一颗 这是个插花 插花艺术 你明白吗 就是他整个的一头一头 不是卖出去了吗 还剩下一些这些小蒜瓣 他小蒜瓣 才集合起来 插成一头 当时我们就感觉中国没希望了 为什么呢 连这么低成本的东西 就是你多少钱 你要如果一个人 他能为了这几块钱 你说对诚信啊 什么商业信誉 你跟这民族还有什么可聊 你要从光明的角度来讲 我们勞动 勤劳勇敢 这么几头蒜都不学 我们都不浪费 对啊 我们就装蒜嘛 就是水箱不开花 整天装蒜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讲 刚才徐老师讲 就是说个人 现在这个微信号的 自媒体 自媒体的这个这个兴盛 其实他们对我们来说 就对我们这种传统的纸媒来说 其实也是形成一个 挺大的挑战 因为他都 现在很多广告 都不来找这种纸媒 他宁愿去 就是化整为零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 我参加过一个 比如说某 某知名矿泉水的一个活动 然后他会请些自媒体的人 其实我 我可能在这方面 我可能就是 或者说比较 比较传统 比较保守 我还是觉得写字的人 还是要有写字的人 一个尊严 然后我就看到 请了很多自媒体的人啊 然后你喝了这会水 你讲你的感受 包括还有些 比较有名的演员 那大家 你到这种场合 你肯定是来捧场的吧 然后回来 我就想 好 我看你怎么写 但是我也比较佩服 比如说 因为他们会把生活的东西 写的 比较 就包装的比较美 我今天参加了一个什么宴席 这个格调怎么高 最后吃了一道什么菜 这个菜最特别的是 用某某水 煮的 或者说 你最后不还是一个字 卖吗 最后呢 包括我周围的一些 比较年轻的 一些朋友 也说 因为现在人都 做什么自媒体 什么公众号 你可以把你自己成立一个 你也写 把你的文章弄上去 最后现在有个功能 叫赏 就是你看我的文章 写的好 打个赏 后来 我还有朋友 还很认真的 跟我建议这个事 然后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在这方面 我可能还是比较 比较保守 我说 丢不起那人 你今天赏我两块钱 我说 我可丢不起那人 我应该不要 所以可能注定的是 也要被淘汰了 我也知道 所以说 一切都是假的之后 弄潮儿就出现了 我现在甚至在考虑 另一种东西 就为什么这个社会上 现在很多 就跟你玩炒作 就跟你玩 哗众取宠 这玩意儿 既然你们都这样了 那我就在这个里边 随风起舞了 名利双收 名利尽收 今天你评价 一个现象 一个人 变得很复杂 甚至让我想起 美国的艺术家 叫什么 Andy Warhol 这是非常典型 就说你们就商业消费 我就跟你来商业 可口可乐 好 我给你印 我给你印可乐 我给你印最大众的 这就是美国 怎么操弄操弄 自己成了艺术家 当然他的艺术 确实我是非常欣赏 但是跟在后边学的 我是有点瞧不上 但是就是说 你看 这是不是确实是 现代一种变革的 一个时代 但是也都很旧 我看他们怎么培养 这个自媒体写手的方法 想起我当初写作的时候 我们也是作家协会 培养的 也告诉我们 怎么开头 怎么段子 最后有光明的尾巴 最后的目的 要宣扬革命的主旋律 现在呢 他们说了 所有的文章 最后的目的 要改善人民生活 要有具体的方法 改善人民的生活 对对对 我就似乎 现在给我开个自动时间 整天教我 怎么样能够增加流量 我过去学的东西 现在变成负资产了 知道吧 负资产 但是你知道 这个问题 我又又过又名了 这个还不单是 写手的问题 写手现在 这些公众号 现在比郭敬明 他们还赚钱 我们刚才讲 一篇文章可以几十万 他问题是 他还给变读者 你知道吧 现在因为大机器分析啊 你以为你上网 是个个人的事情吗 他都在跟你总结 你最近在关心 整容的事情吧 你发现 过一阵 很多整容的资料 当你一打开你的电脑 他就过来了 你在关心什么 雪茄的事情吧 很快雪茄的资讯 你就已经被机器 不是一个人哦 机器已经把你定位成 某一个类型的用户了 以后的广告 就定向的 像你发现 你要多看仓景空啊 以后 不多也结议 就不断的来了 这就叫大数据了 大数据时代来临了 你知道 这个就是控制的 真是洗脑时代 而且将来的这个情景啊 真是可以向往 就是说啊 像那个凯文凯利 讲的那个必然 他提出未来的一条 就是说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你只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 所以我最近想 枪枪三人行 怎么能跟人工智能 你只要搭上人工智能 你就有希望 那就是未来 今天说的人工智能 不是做出一个人型的机器人 而是说 这个人工智能啊 就是大数据 他大数据 你知道 我今天想到就是什么呢 全体互联网 就是全体人类的经验相加 它意味着多么大的一种记忆和计算 所谓将来的人工智能 就是一直连通了这个大脑 然后他来跟你交流 他来收集你的习惯 甚至收集无数 比如说百度或者Google 性格感情 无数人 心理 点击寻找的这个习惯 对 他都记忆 他都计算 而且采用这种大脑神经元的这种多层结构 然后给你画像 所以谷歌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叫以前的总裁 不叫叫施密特吗 我记得他不就说句话 他说 我们知道你曾在哪 我们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 我们也知道你会在想什么 就是这个大数据 然后我们知道你将来去哪里 对呀 因为你看我们用电脑 我就有一个特别 有时候我会真的会感觉很恐惧 比如说像我个人有一个习惯挺不好的 我写稿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挺无聊的 你知道我排解这个工作无聊的方式 就是说 我想我先查一查 去罗马的机票是多少钱 其实也不会去 就是觉得这是一种解除 航空公司就把你 然后第二天就突然收到 某某协程的 比如说广告 现在什么北京到罗马的机票 是是是是 第二天就会来的 是 然后你比如说真相 薛老师说的 你查一个 比如说美容或什么的 哎 第二天收广告就来了 你会有时候 真的是很恐惧 我一想起 还是这个施密特 我就记得 他就讲的这个大数据嘛 他打过一个 就是说 因为我们都说大数据 你是一个稍微抽象的概念 他有一个很 很数字化的 很形象化的一个 一个 一个叫什么 也不叫比喻吧 就是他给我们一个 数字化的一个理解 他我记得 他是说 就是从人类有活动以来 到2003年 就是所有的知识的累计 如果用那个字节来表示的话 他那个单位还挺怪的 叫爱 就是那个 爱爱爱情的那个爱 爱爱呢 他解释说 这个一个爱相当于 10亿个GB 这样就是一个单位了 就是说 从 无穷大 从人类到到20 人类有活动到2003年 是5个这个单位 那么从2003年到2007年 这个数字就翻到了300多个 你想4年就翻到了 这个 从人类历史这么多 到03年是5 然后03年到07年是300 然后从07年到15年 就是900了 但是你想他这个背后 是以10亿为单位的 乘以这个 你就想我们这个数据 在多大倍的 这个这个 我们就陷入到这个海洋里面 他就比喻说是 以前是一个池塘 数据是一个池塘 你现在完全就是 一个数据的海洋 所以现在我 我也是在最近 看了几篇文章 我觉得他们 就有一些 学者们就在反思了 就是你不要被数据绑架 然后甚至有又说 就数据谋杀 我们自以为 我们掌握了 这么多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是变成了 数字的奴隶了 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他以后再怎么利用 照你这个数据的说法 等于我们是在 大海里的Tatanic上面 贝多芬只是一个 池塘里的青蛙了 对啊 你以为 萧邦呢 萧刚呢 有谱的萧邦和没谱的 是那个池塘旁边的 水仙花下面的 蒜头 装蒜 一个一个插着 插起来的 一个是萧包是蒸蒜头 一个萧刚是假 就开了花的 一个就插着 然后我们在大海里边 You jump I jump 真是 就是你被假货淹没 我现在有这么一种感觉 而且就是说 新闻广告化 广告新闻化 对吧 要真都是数据也罢了 恐怕还是百度的图结 哎呦 这那就更忙了 好了其实背后还是有人在操纵 不是一个自然 对 要是操纵